讲到这个肖景田卷入了这个会选宜云 今天周刊的报道 我先请教17节 我们一起来看一段 因为这一段真的是蛮精彩的 我们特别把它揭露出来 周刊怎么写 他说这个监视器有清楚拍到 这个肖景田还有曾帆川 坐着一辆这个黑色的轿车 抵达W女的这个服务处 就是刚才讲的这个里长候选人 那么里长候选人这个服务处 一进门的左侧 这是心边桌 上面有彩萨 有彩这个观世音菩萨 三太子观公等等的神明 人有彩心边这样 结果底下在谈的是什么样的事情 肖景田跟曾帆川当天 就是在神明面前拿出一万块的现金 来上W女疑似有这样行贿的行为 周刊这样下 来17节 那真的在心边之前说白票的事情 我本来是想把时间保留给黄紫泽 因为紫泽也难得出现正义之身 但是一定要让他補充 难得可以省略吧 回到这个案子上面 就是说如果按照周刊的这个想法 真的是你在神明面前买票汇选 哇这个大胆的行径 你就是让人觉得真是不寒而栗 就怎么这种事情你会做得出来 那周刊的这个报导呢 其实我觉得够具姓名仪了 因为他有画面来做佐证 还有录音档 还有检举人 而且检举人后来还还钱 然后跟这个 这个肖景田的这个对话 全部都被录下来 好那所以 这个我们新闻采访的最重要的导言 一定要写人事实地物 做清楚交代 完全配备 通通都有了 人事实地物 还给你画面 也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周刊的报导 其实可信度是还蛮高的啦 好那所以当中图现几个问题 买票这件事情 很可能它就是一个事实 而且呢 按照这个检举的这个 里长候选人的讲法 就以及已经约谈的 其他的里长候选人的讲法 现任里长钱拿的比较 钱比较多 你是候选的 这个你不是现任的 钱比较少 就一万嘛 就是出来检举的这个W 他只有一万 其他现任的有七万的 那所以其实看起来 检举手中拿到掌握到的证据 其实是相当充分 所以接下来问题是 那所以国民党为什么不处理 国民党你知道 你知道而不处理 你是什么样子的心态 这是默许吗 这是默许吗 这是个案吗 还是其实是通案 其实恐怕不止一个 你或许你很多地方都有这种状况 然后你通通不处理 这是国民党内部的一个文化吗 否则为什么可以通通都不晋升 有人明白的跟你党中央做检举 明白的跟你党的这些民意代表做检举了 党中央为什么可以不处理 更何况这件事情牵涉到黄驴锦儒 黄驴锦儒知情 知情一层又一层通通不处理 所以看起来是一整挂国民党从上到下 全部都知道 而且都在默许 也没有进行调查什么的 内部调查一下通通都没有 如果呢 按照指责刚刚讲的说 对啊 本来国民党是可以大得分 对国民党可以大得分 说啊民进党你看台南议会也发生同样的事情 民进党有没有做处理 民党立刻展开廉政会进行调查 那个廉政会比中平会还要更可怕 就是更包青天一点 好 民进党内部做了处理 那国民党做什么处理 国民党其实都没有做处理 我觉得那个才是国民党对不起自己支持者的原因 因为这个事情 这个W的里长候选人 他说他是出生生男家庭 他不忍心看到国民党堕落成这样 他担心这会毁了国民党的未来 就是他是一心为这个党 结果这个党根本不理他啦 这个党今天没听到啦 以毒不回啊 以毒不回 这个党自己要白烂 自己要自取灭亡无所谓 然后看到人家为了你这么担心 无所谓 反正我就假装不知道眼睛闭上就好 对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 对自己支持者负责任的态度 所以我觉得党主席朱立伦 你应该要有所动作 你要告诉大家 你要至少告诉你的这个党内党员 你什么时候知道这件事情的 有没有做处理 如果没有做处理 是为了什么原因不做处理 那现在已经知道了 周刊已经讲成这个样子了 报导成这个样子 证据掌握成这样子了 所以党有没有要开始行动 这个才是应该要做的事情啊 朱一伦呢 朱一伦今天在干嘛 今天早上去到 对 朱一伦可能都忙着在帮南投 在服选 然后对于真正可能 对于党造成重大危机的事件 却这个不闻不问 我觉得这个很糟糕 然后哇 好像觉得国民党一路胜选啊 一一二六之后 整个风向都往国民党这吹 你看机场的补选也好等等 哇都大赢了 所以这些都小事吗 我告诉你 其实都是累积的啦 就是说民进党为什么败选 其实有很多小地方都会累积 累积起来变成 大家觉得啊火大了 不想去投你 国民党一样 你现在高傲的起来 你现在顺风顺水的 一件一件的累积 其实到最后 搞不好你输在2024 这样滑的来吗 朱立伦 真的朱立伦是不是真的要出面来说清楚 蓝绿面对这种会选的丑闻都怎么处理 等一下再麻烦若芳来补充 这边我还是先来请教一下子哲怎么看 因为刚才其实时期节不断喊话 国民党党中央是不是爱出力啦 来 蕭景田他现在已经辞职了 现在是前国民党的中常委 一件事件啦 可是根据近周刊的报道 蕭景田到案之后 他否认买票汇选这件事 强调说那些钱都是 只是给里长的党部补助金 那这党部补助金 是国民党中央出的 还是地方党部出的 黄绿锦汝也好 朱立伦也好 是不是短时间内要给大家一个招待呢 来指责现在党中央 有没有一些动作或是地方党部 有没有准备要出来开记者会说明 党中央 这个讯息到底党中央知不知道 或就今天朱立伦主席 事实上也有回应啦 他说他是当一位里长逅三日 他也听过啦 不过我坦白说啦 因为这个是里长候选人啦 就地方选举层级 那我会说这个讯息会不会到达党主席 本身会听到 我认为 你觉得太油了 他可能关不着 选举党主席要忙太多事情了啦 我认为主席可能应该不知道啦 那市党部知不知情 他现在不知道 但是他现在大家在讨论 他总是要去问吧 他要去关心吧 是啦是啦 当然当然党部可以有态度 可以可以有一些原则性的谈话啦 当然就是党 我看之前这个新闻发生 大概就讲勿往勿众啦 可是我坦白讲 那个话是越来越矩啦 一开始是 越说越小聲啊 算了我就不要讲 然后呢 这个这个 但是但我说是党部的部分 我必须要帮黄尼锦炉讲话 就是说 确实那录音带里面 有提到黄尼锦炉 可是他并没有说 是黄尼锦炉受益去买票啦 他只是说黄尼锦炉很关心 这个这个林姓儿的 这个选情 所以呢有希望 大家都帮忙之类的 但没有没有 钱的事情没有扯到黄尼锦炉啦 那所以我要讲的就是 确实就如果在整个 选战的过程中 这个我们内部 包含这个党籍的里长候选人 有这样的反应的时候 应该要及早做危机处理 或者说你及早就要因应了 包含你看我的初选在几月 我初选是在四月还五月呢 五月分我就已经 对资料什么该给的都给了嘛 在更早 朱立伦也是没听到吗 在18年更早 是啊 因为有一些你常理判断 有一些是有证据激正 那所以说我要讲的就是说 那你说现在你要过度苛求 中央党部一定要处理 我比如说从党章上来看 你必须要一审有罪 对党才会涉及党纪 但是确实还有另外一个党章号 另外规定就是说 如果你的行为影响 重大影响党的声誉 那事实上也可以做党纪处分 可是因为现在这个还在侦办中 甚至连一审都还没有 都还没有 那所以说我觉得党部当然我可以 我认为可以适机而动 或者说做一些原则性的 就对于这种会选案要杜绝批判等等 那至于对于这个个案 我觉得可能还后续再等一些更完整的 或者说司法进度 还有一些进度出来的时候 再去处理面对了 所以黄绿锦茹真的要赶快出面来讲 因为若芳其实我们看到是 这位DAVU的这个里长候选人 他其实在采访的过程当中 听说还一度哽咽 因为他很害怕嘛 他说他要澄清 这整件事情不是他检举的 他也是被传去调查之一 所以他不是他主动去检举 你看人怕成这样 采访过程还这个不断的哽咽 还哭出来 那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肖景田的部分 现在的前国民党的中常委 当时调查人员到彰化的 这个肖景田的住家搜索的时候 肖景田的太太 还使出了这个拖延战术 那后来呢 调查人员就想说 因为肖太太跟调查局的人员说 没有那个肖景田一大早 就出门去远东 就想说那如果在家里等他 看他会不会回来 结果调查人员等啊等 都没看到人 后来回放肖家的 监视器查看 一看不得了 发现肖景田从后门的矮墙 翻墙落跑 这个若芳 这哪没心悲 怎么会用翻墙落跑的方式 来面对呢 我是不知道 有什么运动 可以一出门就是八天啊 真的啊 是跑那个超马吗 去到国际的那种 国外去跑马拉松 可是那种跑 就要跑三十几天 所以如果真的没有心虚 那真的如肖景田 先生所讲的 说叫做党部的补助金 因为党部补助金就是光明正大嘛 你就叫黄驴锦如 刚才出来讲就好啊 第一个是党部要不要出来讲 你可以叫他出来讲啊 解释因为如果是真的党部的补助金 这个就合法 因为党本来就可以有一些补助嘛 那第二个如果真的是这种 你根本就不用跑 不用去运动八天 跑出去八天不回来 那甚至呢 那个国民党在这种八天过程 跑到被通气 跑到被通气 那也很厉害 我就跑运动运动到那个被通气 所以如果真的没有心虚 我觉得不用跑八天啦 你第一天我就坐在家里等 我就真的等你们来 我不用跑掉 我不用翻墙出去 因为对一个萧景田在国民党是中常委 中常委是一个很大的职位 那你一个中常委是翻墙出去 那真的是能看吗 那我觉得这个是 如果不是心虚那干嘛跑 第二个我觉得在这一次看到台北市 我真的很久没有听到 因为我以前的印象就是早期的 那个买票行为 听说是冠権金 提着一个包包 然后这样开始美户去这样发发发发 或是去条下拿着现金这样去发 我都觉得那个可能是二三十年前的那种选举的模式 就没想到现在这个时间已经二十一世纪了 我们已经二千二零二三年了 结果在二零二年 我们居然还有这种提现金 去发现金的这种 我觉得第一个超级大胆 你是觉得大家不知道 或者是第二个 你觉得人家不会去讲这件事情吗 还是你觉得就是能够只手遮天 还是老天没有眼没有看到 但殊不知真的你就在神明面前 做这样的举动的时候 就是老天爷把你这样子抖出来吗 那我自己是觉得说国民党 要回到这样子的一个机制 因为也是为止责 跟暴病党 他五月去年就已经去检举了 身为文传会副主委 检举了这些事情 居然党中央没有要去处理 也没有要理 好那我觉得整个国民党的机制 那现在他们一直在讲说 黑金啊 排黑金 那我不觉得 不觉得他们真的是有想要做 就是嘴巴上讲讲 那当然会选这个行为 不管是蓝绿 只要是在民主国家的 这样子的一个机制当中 本来就是不应该 应该都要争办 但是民众想看的是一个政党 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个态度 你要怎么跟人民交代 那民进党在这上面 当然你说台南这件事情 那我们在18号 因为我们15号 选新任的党主席出来 已经定好时间 在18号要有一个连政委员会 那你连政委员会 不管我们的党章的规定 那我们的排黑的 排金的 其实我们的党章 规定都非常清楚 18号就召开 那去年子泽哥他就已经检举 那是不是连政委 为什么没有召开 还是他们内部没有调查 还是他们嘴巴上 只是讲讲说 排黑 排金 排黑金 好 那根本就没有在做这件事情 只是讲到 像朱立伦最近已经开始被人家问到 他一开始不是说 没听说哪一位 对 我也觉得你的资讯落差 真的太大了吧 去年人家检举 你到现在还在讲说 哪一位没听说 好 那 跪一个年啊 跪一个年 可能过了年倒数完就忘记了 所以他的记忆重新算起 所以朱立伦党主席的一个态度 我觉得很明显就是看到说 国民党是不是真的所如他们所讲的 要排黑金这样子的一个要大破大力 其实看不到嘛 那你们你们有没有连政委员会 那你们党章规定是规定 实际到底有没有去做 民众都已经在看 那最近在这件事情当中 那朱立伦他不是讲说 哦 人家问到他这件事情 他除了讲说哪一位没听说之外 后面他讲一句 回过头来再骂民进党 那你国民党自己呢 当然民进党如果真的有 台南有这样的会选的事情 民党也要办也要处理 我们当然就一定会处理 而且我们连政委员也会处理 那剩下来就是司法的一些程序上嘛 我们都一切尊重司法 但你党内有没有要处理 这样子的一个恶风 你有没有要处理这样子的一个 在民主选举过程当中 居然还有在递钱 给钱 因为我记得说 不是说他今天交景田 是不是他干爹 今天他就是 假设他的文宣跟金钱是分开的 可是不要忘了 其实在早期以前 其实如果说有一个支持者 他拿了我的文宣 或他不拿文宣 但他提了一罐酒 或提了一个小礼物 去到了民众选民的家 丢给他 就说拜托一下 这样有没有 以前曾经这样有送酒的啦 送礼品的啦 这些都被办耶 这意思就很明显 那你这样子送钱 那后面林兴额跟上 再去说拜托 人家当然就会联想 那有时间这么多好啊 甚至把这些里长们都找来 所以我真的觉得说 国民党如果真的要排黑金 第一个 你的内部的调查到底有没有 到现在目前没看到 第二个 我们对于民主会选这件事情 大家都是妥卑 不管蓝绿 那大家看到的是 不管民进党或国民党 大家都在看 眼睛在看 嘴巴上讲讲 不要说只有讲 但是实际上没有做 我相信说在2024年 如果一直没有改小点的 累积累积累积 但我也相信民众到 选民到最后 其实还是会有自己的决定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黑金 嘴巴上讲 但没有在排黑金 然后还在执行当中 那我觉得民众会唾弃 除了会选案 真的要追根究底 好好查一查之外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讨论到这个话题 也非常值得来探究 真的要好好查 桃园的停水危机 现在非常意外地衍生出 张善政新任的市长 有可能酒驾的案外案 好 到底情形是怎么样 我们等一下回来 一起来看 四季线上精彩戏剧 通通免费看 狄狄热霸主演长歌行 穿越喜剧 哦 我的皇帝陛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